停完車小禮場 這個停車場告訴你 他們限定只能用APP繳費 而且他有貼出公告 假設你逃費或是小繳 將會加收你50倍的停車費 這樣的聽行話契約 真的合理嗎 舊爾醫師在網路上發文 他人生第一次走進法院 是因為一個780元的停車費 因為他被業者要求賠償39000元 醫師表示他每次停車 金額80元到120元不等 三次每繳費 業者卻說要罰50倍 這等於6萬多塊 還有另外一位民眾 停車費從7500元 乘以50倍懲罰金 變成35萬 就是要自己決定要不要停吧 那你可能也要看他 那個告示明不明顯 他50倍的話 我自己有在停車 會覺得有點不太合 那個比例的原則 可能過去他們有一些 拖欠不好的經驗 儘管使用者付費是理所當然 而業者也在停車場周邊貼出公告 要使用APP付款 記者實際實測 在註冊時有大大的紅字告知 逃費與少繳將加收50倍 最低以3000元計算 雖然這看似是定型化契約 但只要消費者覺得有失公平 都可以提起訴訟 要不要繳那麼多罰金 最後交由 法官決定 他如果是故意不繳 那他罰這個是應該 可是如果是不小心忘記繳 就應該要一次兩次的提醒機會吧 看他多久吧 停多久 然後可能就是業者在 就是這個的停車場的人 再把他拉黑名單就好 而實際求證停車場業者 截稿前沒有回應 雖然有定型化契約 只要消費者有疑慮 都可以向消機會申訴 或是告上法院交給司法評斷 東森新聞 趙姐林尚玉 台北報導